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今天一樣來玩黑色午夜草案 魔法地之道 那今天要來講講很多人在問 邂逅之門到底要選誰比較好 然後我們來實際玩玩看最新的活動 還有諾愛爾要怎麼培養怎麼搭配 那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 看小米浪追出更多遊戲介紹去攻略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要來講到最多人問的邂逅之門 邂逅之門的話有三隻可以選 那很多人在昨天抽完之後 缺了這一隻葛修 也就是泳裝妹控 那很多人在他跟諾愛爾多選一隻 這兩種情況上去做選擇 那其實就要講到他的強度 他的強度的話呢 大家知道他是支援者 那他可以給我們承受傷害減低 命中增加持續傷害無效 再來他還有全攻擊力增加 貫穿增加傷害量再增加 普攻也有傷害增加 那以他的技能組看起來其實是非常的強的 尤其這個惡技加的傷害非常的高 那最主要他就是沒有加速的功能 所以有抽到他是不錯 但是值不值得用邂逅之門選出來呢 你如果有缺藍色的角色 現在可能非常的缺 尤其是你可能沒有大叔 或者是你沒有這個鑽石男 那接下來有一隻魔法帝藍色攻擊角嘛 那你有恰咪了 你可能就是很缺藍色角色 那你可以去把他選出來 選他的好處呢 就是泳裝諾艾爾 很多人都會抽 而且會把他放在好友的資源欄裡面 大家都可以借好友的角色來用 所以要用到他 其實機會相當高 再來就是呢 我們可以用覺醒碎片 把他覺醒上去 但是呢 如果缺角色 角色就是要用抽的嘛 那在一些特殊的陣容 可以用到他 可以搭配他的能力去打一波 所以簡單來說呢 他其實是非常的好用的 但是不抽的話 沒有他 就會影響到遊玩嗎 也不會 那想抽他的話 諾艾爾 可以用覺醒的 但角色是要用抽的嘛 所以就這兩個情況 給大家做選擇 那我自己是 對他沒有什麼任何的喜好啦 不過我自己是有抽到了 之後 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他好不好用 那還在猶豫的 就看個人自己的選擇啦 接著你如果是缺這一隻恰咪的話呢 我是蠻推薦大家去選他的 如果你 諾艾爾已經有了的話啦 諾艾爾一定是最優先的 沒有一定必選他 那如果其他都有了的話呢 恰咪我蠻推薦的 因為他的奶量 聽說非常的高 但是呢 他不是順補哦 他是持續恢復的 2技也是持續恢復 1技也是持續恢復 那他是藍色的奶媽嘛 藍色現在就缺奶媽 所以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那這邊就要看到我們的全角色排名哦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的奶媽 就只有誰 就只有恰咪跟這一隻 哥魔法的加碎奶 哥魔法的這隻加碎奶呢 他的普攻是可以回最低 血量的友方血量 再來 2技是可以加盾 防禦力提升 還有血量恢復量增加 再來 他的大絕是可以直接順補 20%的最大生命值 再加上等級2的全攻擊力增加 我覺得加碎奶也是蠻強的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這兩隻奶媽都非常的強 看你喜歡哪一隻 那我自己有抽到泳裝恰咪 而且決到二等了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那麼好用 我之後還會再做分享哦 那你如果比較喜歡這隻加碎奶的話 因為他不是賽季角色 你是要用抽的 所以現在可以必拿一隻奶媽的情況下 我自己是比較偏向有缺就把恰咪選出來 用抽的的話 你臉黑 運氣一不好 抽不到 你不就沒奶媽用了嗎 所以我是蠻推薦選他的 所以我看到網路上有一些人的想法就是 先抽角色 角色多比較好 畢竟萬能的角色覺醒碎片 靠著我們的每日任務高級 20天可以拿一顆 慢慢拿 還是可以慢慢升上去 慢慢把角色決上去的 所以我看到昨天很多人 抽奈爾沒抽到 大爆死 就想氣坑 不想玩了 我是覺得大家可以不用那麼難過 你沒抽到 邂逅之門選一隻出來 我們還是可以用萬能碎片把他決上去啊 像我魔道士之路還沒解完 身上就已經有三顆了 所以在怎麼差的情況下 你用邂逅之門選一隻出來 花兩顆這個碎片 他就有絕惡啦 再來過幾天 如果真的出魔法地的話呢 我們努力把這個魔道士之路解解 這邊又有兩顆魔法地 至少也可以絕惡 那你魔法地 如果真的沒石頭抽 或抽不到的話 真的不想課金 也可以慢慢屯鑽 之後還會復刻 頂多就是少了一個藍色攻擊角 PVP比較難打 但是你還是有諾愛 說真的也不用氣坑喔 那魔道士之路這邊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卡在這個飾品強化石 那就是來基地這邊 去分解裝備 分解裝備的話呢 有機率會拿到這個紅色粉 這個就是拿來製作飾品強化石的 那這個如果真的很難拿 因為這個有時候就是運氣不好 他都不出給你 大家可以分解飾品 飾品一定是紅色的粉 但是飾品呢 數量比較少 你真的急著要解開這個任務的話呢 就來開發飾品這邊 把不要的裝備 去把它合成飾品 再把飾品拆掉 拆成粉 再去合飾品強化石喔 這樣的話呢 這個任務會比較快通過 再來的話呢 這個開發飾品三次 很多人說這個是有BUG的喔 你開發飾品 這裡是沒有計算的 正確的話是開發裝備 應該是顯示上的BUG 再來看到世界首領 世界首領其實第三階我還沒打 因為呢 我缺奶嘛 第一波有點扛不住 所以我還在練奶嘛 那基本上他就是剩餘回合的不同 會有不同的能力效果 第二階我是塞這樣打過的 屬性客製看好 紅色紅色 那打過呢 這個首領硬幣 就可以去兌換所這邊 去兌換東西 那裝備強化石最高階的 還蠻缺的 再來研磨劑 是開發飾品用的 那大家有看到嗎 這邊有世界首領裝備製作素材寶箱 這個是幹嘛的勒 你只要買了之後 再道具欄打開 打開拿到素材之後呢 就可以去這邊製作裝備 那可以製作出什麼裝備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是特殊的裝備喔 湊滿4件 血量50%以下 就會給15% 血量的護盾持續兩回合 護盾存在的時候 承受傷害量還減少10% 所以這個裝備其實還不錯啦 我們來製作看看 但是製作一件非常非常的貴 那大家也可以把這邊打開 打開的話要多花300黑水晶 你可以選擇部位 這個可能後面你缺少特定一件 或兩件的時候在做選擇的 我們無為克就不要想這麼多了 製作 哇 50萬的金幣 超貴 哇是中UR 可惜 可惜不是LR 那這個熱帶度假村這個活動呢 很多人包括我也有這個疑問啊 他這個通關挑戰 給的這個海灘球跟海星的數量這麼少 我們下支兌換所這邊 真的換得到這些東西嗎 這個是要刷幾場啦 體力怎麼可能夠用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打的話呢 這些加成的角色就一定要擺上去 這些加成才會多才會夠 但是呢 因為現在還要時間做開放 大家也還沒辦法測 那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要打到最後一關 拿到泳裝亞斯塔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到底怎麼刷才能兌換到那些東西 那也跟大家講一下 我昨天為什麼要 把那麼多賺抽數跟課金 去抽這一石 因為呢 我自己是想要抽到 兩隻諾埃爾 再加上邂逅之門 把他搞到覺醒二等之後呢 接下來我五顆萬用覺醒碎片 我都可以用在魔法地 可以讓他滿絕 所以我才會花錢 跟他大爆抽拼下去的 但是呢 結果不太好 就是抽不到第二隻 所以大家可以引以為見啦 或許兩隻都覺醒二星 就很不錯了 還是看大家自己的預算 量力而為 那過幾天如果出魔法地 也要留下一點 預算跟抽數 可以至少抽出一隻喔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一個分享啦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感謝大家自己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再見囉 我們下部再見囉 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